大家好 我是沈沈沈 我這次來到花東 花花還有伊朗 我們玩了八田企業 然後這次影片就是要來告訴大家說 我們都住了哪些地方 然後還花了多少錢呢 然後我們是一個 小資取向的一個住宿的選擇 然後我們就給 一些大部分 那種情侶一起住完 豬油玩的啊或者比較少的 豬油玩一些建議 然後一些參考 那我們就很快開始看 我們這七天到底都住哪里吧 第一天住到的民宿叫 幸英夜民宿在 宜蘭的羅東 然後本來以為這裡出去 到夜市會蠻遠的 結果老闆娘說差不多走 小路出去五分鐘都到了 而且這裡是小巷子裡面比較安靜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那個床啊 還有B貼整個其實感覺很不錯 而且整個也很乾淨 雖然不大但是 如果以兩個人來住宿的話 我覺得還蠻推薦的 好 然後我們這邊住的是 三樓的A套房 需要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第二天住的地方是 西高的A包盒站 然後我們這邊是 2B的套房 這個床墊 是這種 格子耶 還蠻少見的 然後有個畫包台耶 這邊的牆壁都是 就是圍達色的蠻好看的 後面也是這個牛仔 蠻喜歡這個風格 不錯不錯 然後它的門後面 門後面還有那個 給你掛的 不過那個時鐘是裝死到的 然後外面還有淋浴間 廁所類型的洗手台 今天要前往內睡 然後整體上坐下來 我覺得可能因為皮膚最沒什麼人 所以也覺得 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其實玉琳間在廁所在外面 然後都還蠻乾淨的 所以我要玩的話 它這也蠻皮膚的 還是外面還期待吧 因為我們前天才變 所以就會最便宜 所以也是 可以喔 來花蓮的時候可以坐 然後補充一下 就是它的一樓 地下室下面還是可以看電視啊 然後還有裝修做 雖然我們是不打裝修 而且我們人不多 去玩那個也沒什麼意思 所以 就比較沒 對我們有沒有這麼需要 然後它的一樓還有洗衣機啊 烘乾機 然後 飲水機 還蠻方便的 我們這個是雙人法 但是 它樓上其實有那種上下部份 它大部份上下部份 所以就是 事實上我好友來住的話 我覺得也很適合 我們會把一些糞便 打開 開箱 可能會封部 我會想要做 一樓 你應該要做到 一樓 又發色 進去 就是 那一樓 還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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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